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将我们的视线由香港转到地球另一边的这里 也就是南美洲 这里有全球最大的热带雨林亚马逊 今年这里持续大火 令到全球都面临着生态灾难 不过今天我们只是想大家聚焦在亚马逊森林里面的一只蝴蝶 这只蝴蝶只是万不惊心地拍一拍 它的蝴蝶后果可以是不堪切上 不只是不堪切上 还要是不知不觉 它这样拍一拍 影响之下会出现的那种丁点气流 卷下卷下 可以看看这张图 它这样卷下卷下 事隔两个星期之后 可能就会令到位置于另一个州的美国的一个州份 可能会出现风暴 有谁会想到一只蝴蝶的反应 牵连会可以带成这样 这个比喻是用来形容很少的变化 市民生活受影响这一切是谁的动作造成的呢 四个几月的纷争缘由 是特首用极短的咨询期 希望立法会通过修例而开始 而特首的初心 是将去年在台湾涉嫌杀死他女朋友的疑犯 陈同佳承之于法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今年二月的时候 民建联带同死者家属去见记者 希望政府想想办法 而最近的事态可以说又回到原点了 因为洗黑钱 明天就放监的陈同佳 他在七月的时候 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 蔣麗宏 曾经去探他监 劝他自首的 而在陈同佳放监之前的几日 突然又传出 身兼北京市政协委员的香港 政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 都有份去游说陈同佳 这样的情况之下 管浩明还说陈同佳自首 会是一个很大的求情理由 有机会令他免于死刑 疑犯肯自己去台湾自首 问题看起来好像得到解决 陈同佳还自己写信给特首 说明他会自首的心职 林郑月娥形容是令人释怀的结局 但台湾方面 特别是政界中人反应很大 香港人杀了香港人 现在人在香港监狱里边 他不办 过去我们政府一再要求 透过司法互助 他离都不离 现在突然之间态度 匹变 说要送来台湾 这非常诡异 这个嫌患 在香港 如果出狱了 他就自有自在 怎么不在香港 过好日子 突然之间 说要来台湾 面对杀人罪的审判 这也不符合人性 不符合常情 林郑月娥后面是中国 我们呼吁林郑月娥 不要来做这种政治操作 陈同佳自首与政治操作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是与管浩明有关的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管浩明两三个星期前 就拜会过主管宗教业务的内政部长 徐国勇 报道说当时他们有谈到是陈同佳案的 但是徐国勇就说是不关他部门事 所以就没有就案件作任何的承诺 也说不知道管浩明是有北京市政协的身份 现在台湾对管浩明和陈同佳都是采取入境限制 除此之外台湾也都重申 过去一年台湾多次就着这宗杀人案 是要求香港提供相关的证据给他们 但是特区政府一直都是以独不回 又说没有香港这方面的合作 当地是很难追查到真相和起诉到陈同佳 但是保安局的回应就说 如果当事人和相关者是同意的话 港方是可以提供到证据 说不存在法律障碍 台湾关心陈同佳的自首决定 背后有没有政治操作 特区政府也都说觉得 台湾不让陈同佳入境 也是匪夷所思 有时有些人说为何他有一个通缩犯 台湾方面竟然是不收 这个是匪夷所思的 也都可以说是令人废解的 既然你通缩 现在他愿意回来的话 为何我们不一定要坚持一个 大家叫做互助的协议 或者是一个法律的互助 我希望大家 特别是台湾方面 希望能够以一个理性的态度 实事救事 积极看这个问题 就不要将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 尤其是不要将一些政治的考量 凌駕法治和定化公义 这条件是十分重要的 张建中今早说完 在台湾 蔡英文总统就随即反驳说 谁以政治凌駕法律是很清楚 他说台湾为案件做好准备 但都要香港这边提供到资料才行 到埃曼陆委会就说 他们已经透过既有的管道 写信给特区政府 要求他们同意台湾派人来香港 压戒陈鸿佳去台湾受审 一场席卷香港核心价值的政治风暴 似乎已经升级到香港和台湾之间的角力 甚至影响台湾来年总统选举的巨峰 这场香港风暴会引伸出多少风眼 怎样相互影响 亦值得留意 美国国会的众议院 上个星期一致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法案一旦实施 牵连又会是多大呢 蝴蝶效应影响多大 多远多久 仍然是未知之数 明镜与民主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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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公司是愿意 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你希望人权与民主法案 在美国公会上 上星期 中环有集会促请美国国会 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条法案会制裁破坏人权 法治的人 包括取消他们的美国签证 凍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很多出席集会的人 都对这条法案寄予喉喊 警察 第一个当然是 接着当然是我们特首 这个是最基本的 还有很多那些 譬如像郁华那些司长 都应该要受到制裁 当权的 欺负我们香港人这帮 欺负我们香港人这帮 应该要受人权的惩罚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最早在2014年 由几个美国的民主 和共和党议员提出 当时香港正爆发占领运动 美国有议员希望用这条法案 声援香港的民主运动 但由于法案提出 要将香港的民主 人权状况和独立关税区地位挂钩 每年审查一次 引来美国商界的反弹 犯案先后四次闯关 前三次都失败 We did it again in 2015 We did it again in 2017 And again this year Four times And it has been blocked It's been blocked by certain interests Who don't want this to go forward 各位香港人大家好 好 你要知道就是 始终中国在华盛顿 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 包括是做华盛顿 会不会是尤其是商界 他们因为我知道 在商界是有反对的声音 甚至是挺强烈的反对声音 The bill is passed With our objection The motion reconsider is laid on the table 五年内四次闯关 上个礼拜 法案终于获得众议院一致通过 其实经历了很多的改变 那个改变就是 由于最初大家觉得不容易成事 到了终于接近成事 那个改变包括了香港内部改变 中美关系改变 以及世界的改变 新冷战格局逐渐成型 而这个格局当中 中美光米日战是一个主属 也不像短期之内可以解决 所以香港作为一个中国特区 以及一个很重要的融资枪口 也都无法避免职业入当中 这个可能是整个法案 为什么可以得到重视的关键之一 我们对美国国会众议院 执意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表示强烈的愤懇和坚决反对 香港的地位是由美国跟香港 一个特别的政策法来很多的决定的 而且香港的地位又是由中国跟英国的 签订的双别协议来决定的 所以香港地位本身 从它的确立之初 就已经是由国际关系的各种的协议 来定位的 所以也不存在所谓干涉类证 法案有众议院和参议院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都有条文 要求国务卿每年证明香港的自治状况 是否理想 将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和民主 自治挂钩 现在你看到他将香港议题 以及双卖议题是说的 这一点是一个挺大的突破 因为很多时候 这个突破出现了之后 香港牌就会变成是他们政客一个朝野都会做的牌 无论哪个做总统都好 香港议题本身就放在整个土国人家的框架那里 这个法案显然是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呢 它在通过这个法案来给香港那些 就是在不断希望加剧这个示威优行的这些人 传递一个信号说美国支持他们 这个法案要把给予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 现在呢 是每年的自然延伸变成一年一审 那么这一年一审 不管它将来审成什么样子 但是呢 使得香港的特殊的关税地位变得不稳定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因素 法案参众议院的两个版本都赋予美国总统权力 将侵害香港人权与民主自治的人列入黑名单 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禁止入境 我觉得北京的主管香港事务的这个 港澳办的这些就是直接的角色人 应该呢 把他们给就是责任了给理清 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北京呢 驻香港那个就是特区办的 那么我觉得这些人呢 也应该就是把一些树立出来 包括特区政府一级 包括特首和他下面的警察 那个这一级啊 许多的那个就是人呢 我觉得名单呢 都应该可以上去 过往 美国也都用过这些措施制裁俄罗斯 中国 沙特等国家的政府人员 不过制裁对象 往往是中下级官员 例如北京朝阳区公安局的前局长 指他侵犯囚犯人权 还有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指他违反美国法律 购买俄罗斯军备 你可以说是象征性的 一般相信这个是一个心理状态 是多于一个实质的行为 但是这个是有后续的 因为那个所谓制裁的名单 是可以包括了再进一步的延伸 比如说台湾关系法 到这样一时就可以有个台湾旅游法 比如说香港这个法案 会不会慢慢去针对的对象 不单是违反民主人权等等的个体 你能不能延伸到公司呢 这个就牵涉到比如说去北韩、伊朗那些制裁 会不会有些人用这个香港的框架 去绕过这件事 成为了下一个定义的制裁对象呢 开除这个先例 其实每年都可以有新的动作 这个才是可能北京更加忧虑的事情 美国呢不让一些官员进入美国 冻结他们的财产 而那些香港的官员 他们是在履行公职 他们要按照香港的基本法 按照法律来从事他们的工作 你想想那些人 他们有什么个人的主观的恶意 来改变香港呢 他们想对香港做什么坏事 他们有这种主观的故意吗 比如香港的某国警察 他在执行他的公务 法律要就他那样做 他就该那样做 是不是 总之 美国设这个法律 它是要影响香港 而且是在香港的一个特殊的时机 他在做这件事 他想影响香港的这个主观意愿 是非常明确的 对这一点 香港人不能不看到 这条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之后 下一关是要参议院审议 参议院的法案版本 提到支持香港双普选 谴责大公报 文汇报对社运人士 和美国外交人员的滋扰等等 法案现在在参议院的审议名单上 排第238名 若然通过 要总统签署才可以正式成为法例 有200多条法案在前面 如果你想通过 需要用一个特别的程序叫做 就是全体委员会同意的机制底下 就是可以打尖 但是在这个机制底下 任何一个参议院 只要他反对 都不可以用这个程序 所以你说九十几个参议院的成员 是不是个个都会同意这条法案 是用这个特别程序通过呢 我是有保留的 到现在为止 那个参议院的多数领袖 Mitch McConnell 是未清楚表态 说他会支持这个民主及人权法 也有报道说他太太赵小楠 在内地有很多商业业务 他家族 究竟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取态 这个有很多人都质疑 比如今次我们看到美国商会 是有请了一个反游说团 是由前驻华大使去率领 他就很针对哪个议员 他有什么州 有什么巨大的利益 跟中国有什么瓜葛 有什么可以交换 这些全部不只是说理念 香港人很惨, 你帮我们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游说本身是一个专业 当然那个理念是重要的 但是这是一个敲门专 敲完门之后 如何去说服那个议员 就不会纯粹理念出发 总会结合他们的实际情况 而这些就是美国 含之有效了很久很久的生态链 而北京对那方面反而比较纯熟 我记得612的时候 我站在立法会的骑楼 看着那些人冲进来 没错, 他们可能是在做一些犯法的事 但如果不是那群人 那个逃犯条例已经过去了 现在在华盛顿 或者在其他外国的西方国家 有很多商界, 尤其是商界的 是用这些画面去抹黑香港 用一些以偏概全的方法 就说这些全部都是暴力 这些是暴徒来的, 我们不要帮他们 不要通过那个民主及人权法案 因为这些人是不值得我们帮的 有很多人在用这些画面 美国旗, 我们举得很辛苦 最初我们就被人笑 为什么几年前大家不想这些 现在还是要想的 它反映了民心的改变 还有对现实的despiration 这一点我想是重要的 本质很深刻 时限算不算干涉更加有价值 如果北京能够反思 为什么民情变得这么快 这个比他纯粹在教育主义那里出发 原本整件事情更加有建设性 反修例风暴以来 外国一直关注香港的情况 外长王毅就认为 示威者受外来势力鼓动 释放传媒将香港的暴力 讲成为民主和和平 完全无视现实 究竟外国对这场风暴的判断 会如何影响香港局势 今天我们就找来 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阿成明 还有事事评论员陈云和我们一起谈 首先就讲一下 上个星期美国众议院通过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犯案 外交部就说强烈憤慨和坚决反对 就说中方会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 你们就一直说争取去美国关注香港 那是不是挟洋自重 引领外国去干预香港 无所谓挟洋自重 因为香港是国际的香港 亦是中国的香港 亦是香港本土人的香港 可以当它是一个礼儀性的对话 只不过是用密码的方式 香港是个国际城市 比如美国它本身 在香港有百万多的桥民 有过千间公司 包括地区总部 所以如果我们说 它的投资我们就需要 但是它去做一些事情 保护它自己的利益就完全不容许 其实这是双重标准 昨天外交部也有发言人 有说到另一个 就说都留意到西方媒体和政客 就对西班牙加泰努尼亚 和英国伦敦的示威者 说复制香港经验的态度就不同 所谓民主人权就只是西方干涉香港事务 一个杜贸岸然的借口 双重标准 是不是呢 两位的看法是 加泰努尼亚当地警方 镇压示威 基本上是比香港的警方 人道得多的 比如他们有委阴证 他们不会用警棍香 示威者的头是这样拨下去的 打他们的脚等等 比较不到的 加泰努尼亚那边的民众 说有一部分是模仿香港的流水舍运 那个其实是给香港人一些支持 就是说You are not alone 至于其他的国际上 或者外国是否用民主和人权来干预香港 这个是中方一贯以来是这样讲 但实际上是因为国际上 从未叫香港独立 就是叫香港按照中英联合声明 和基本法之下享有高度自治 还有是有这个基本法承诺之下的双普算 而这两个都是加强香港的自主权的 反而是令到香港是无法受到外国干预 甚至是在相当程度上是维护着高度自治 说回香港 其实就是过去的周末 其实都是继续有示威 暴力都是持续升级这样的 都仍然是有扔汽油弹 破坏一些店铺 其实外国对香港的看法 会不会中间都有些变化 早两个星期访港的美国议员 他也有提到 提醒香港人要顺利通过民主人权法 可能那个在镜头面前的武力要降温等等 我想这里有几个成因造成的 由于政府和警方一个这么不停挑战香港人的法治 或者本来对人权理解的底线而造成的 民众打烂东西是很后期的事 很早期都是二百万人一百万人 即使特朗普都说没见过和平游行 那么多人也没有什么事 离开他也有 故此他们明白为什么会发生武力冲突 或者示威者那个动武 而警察动武也都冲突了 也要升级 故此我想他们会有谅解 也有挪威的女国会议员 近日提名香港人 香港人各族诺贝尔和平奖 你们认为外国议员这个举动 其实是代表着什么 我想人权无国界 我相信他是透过视像画面 很欣赏香港人的勇气 面对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独裁政体 你可以说而经济上 GDP它是排第二 对方可以用很多法律或非法律的手段 去打压香港 但是我也想补充一点点 其实我也留意到西方媒体 就有关暴力的镜头 过去一个月 的确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例如你无论看Bunberg CNN甚至BBC都试过 他们可能基于语言的限制 他们不是很分得到一些所谓 譬如我们叫Vandalism 破坏商店 其实往往是针对中资机构 或者是针对一些支持政府 支持警方 他们没有这个背景的时候 他们就会在某些报道 他们会用一些负面的形容词去形容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但是拿负和平奖 你说香港人拿到 我觉得难度是大了很多的 比起你说两个月前 我想示威者都要想一想 我自己八月份都在Facebook 自己面署建议过 显示香港的和平示威 或者是捍卫人权 和捍卫原先我们有的法治 就是我们的司法独立審核权 也是相当好的法治 得到国际的认同 在这里得到和平奖是OK的 如果是时候 因为香港的示威 而将中美两方拖进去 和平地收场 谈到五位和谈 香港也是顺利地得到自治和普选 今次的运动 中间会有一些武力冲突 不论警方帮会 或者一些蓝丝的人 或者是示威者 但是整体来说 它是安定了地区和平的 如果理想地 当然最好就是 我想北京最容易做的 就是说 将林郑和主事 几个商官官员 譬如说 保安局局长 律政司司长 炒鱿鱼 这个最容易做的 我很担心北京 就算即使他愿意 炒某些主事官员 但是他不愿意通过 到立政委的机会很高 这个情况下 这个示威就停不了 香港会不会 那个武力升温的机会 想要高 甚至会不会去到以前的 南韩台湾或者所谓的 爱尔兰化呢 这个可能正在 如果真的这样 就是在传书的局面 今天就多谢两位 聊到这里 陈同佳明天就会出狱 特区政府会如何回应 台湾人愿来香港 想压解他的做法呢 是焦点 立法会大会 明天也会开会 张建宗今天预告说 在恢复异毒的时候 保安局会第一时间 宣布撤回逃犯条例 修订草案 去完成程序 张建宗就形容 这个会是争议的完整句号 不知大家是否同意 下集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